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根草 一棵树也有根 那我们的根 我们的起源在哪里呢 欢迎收看《渐入佳境》 今天的主题是我们的起源 对于进化论和创造论 大家了解多少呢? 简单来说 进化论将生命的起源建立在了偶然的发生性上 而创造论强调是上帝创造了人类和全世界 因为没有人亲领过上帝创造万物的现场 所以看似是一件很难证明的事情 但是创造的证据却有很多 下面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些证据 因为进化论和创造论是相对立的 所以证明创造论更确切的方法是证明进化论是错误的 第一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进化论的虚构性 换句话说 进化论的根本并不是科学事实 进化论没有运用科学证明的法则 只是一些未证实的理论和想象而已 在我们都熟悉的五种起源中 因为没有确切识据 大部分内容其实只是假设 达尔文自己也曾说过 我所发表的这些提纲必然是不完整的 所记述的内容并不能提供参考文献或科学证据 我一直只相信出色的科学证据 所以这本书肯定是存在错误的 这是五种起源第29页的 第二 孟德尔的遗传法则 反对生物进化论 第三 进化论所指出的中间环节 并没有被证明 化石中没有发现中间形态的存在 科学家们越想寻找连接物种和物种之间的中间形态的化石 就越找不到 也就越感到失望 第四 怎么能说像你我这样珍贵的个体是偶然产生的呢 或者今后会毫无意义的消失吗 第五 生命才能传递生命 你见过一个没有父母就出生的孩子吗 第六 大家想一下 你见过什么凭空出现的东西吗 一切事物都是被造出来的 第七 你见过猴子变成人类吗 如果整个世界都在进化 那我们到底为什么一次都没有见过这样的进化呢 第八 你知道吗 其实从学校教科书中学到的 所有被成为人类主线的类人缘都是一场骗局 例如已经查明所谓的皮尔丹人的头盖骨 是六百年前人类的遗骗 他的河骨是五年前失去的新兴的 据说是地质学家查尔斯道森 用绳子把不同的部分组装起来的 此后的四十多年间 曾有五百多人通过皮尔丹人研究论文 获得了博士学位 那这些博士还应不应该算 1953年11月 大英博物馆正式发表声明 曾皮尔丹人四个骗局 第九 从学校的生物教科书来看 尽管有八四的实验否定自然发声说 但却相信了自然选择演化理论 这是多么矛盾的事情啊 所以正如圣经所说 这世界是靠上帝创造的 虽然我们没有看到 但就像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中所说的那样 是有很多明确的证据的 自从造天地以来 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言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少得 教人无可推诿 二十年前 看成人体设计图的人类基因 图仆发布了 全世界十八个国家的三百五十多个研究所 经过十年的研究 终于完成了第一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 带领整个全队的被成为 本世纪最佳生命科学家的 弗朗西斯·科林斯博士 在进行此项 庞大的研究的过程中 从无神论则变成了 相信造主的基督徒 当他看到巨大的人体设计图后 便做出了没有上帝的设计 就无法制作这一切的结论 这让他无法否认造主的存在 我们想一想 基尼现有的科学就是来说 要单单以演化来解释 这地球上生物的多样性 是不可能的 反之科学从某种程度上 悄悄证实了 这一切背后有一位 有才智的设计师在主导 为什么不好好思考一下 圣经的观点呢 一个充满慈爱的造主 创造了这个世界 但是却有一个名叫撒旦的敌人 一直在设法磨灭创造的证据 圣经所描述的不足以此 上帝不仅指引了我们当下的生活 圣经最后一卷起诉录 更提到 他将重建地球 并让我们拥有永远的喜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